我爹把池朝政多年 他将我送进宫 抢逼皇帝取我为后 成亲当天 我就和小皇帝大打出手 他带着满脸血痕发誓 萧令月 朕要灭你萧家满门 你等着 我嚣张跋扈 和他争锋相对了六年 直到 我爹造反失败 你 我坐在昆宁殿的主座上 听着殿外的厮杀声渐渐微弱 直至寂静无声 一切都结束了 那么 赢的人是谁呢 很久很久之后 有人从外面打开了殿门 清洁的脚步声越来越近 我抬头看去 尘光中走来的人 是皇帝的贴身大太监 王喜 尘埃落定 这场血腥宫变的最后赢家 是我的夫君刘从 王喜走到我坐前 恭敬行礼 然后宣布道 娘娘 天佑大良 天佑陛下 萧绰逆贼已死 公为之乱以平 但我笑不出来 因为王喜口中的逆贼萧绰 是我的父亲 而他身后的小太监 手中捧着一只金盘 盘中放着三只 盛满了透明液体的金杯 我的左手在金座的扶手上妈撒 导持着镇定 哦 那是喜事啊 王喜也笑了一下 却是喜事 顾陛下亲赐娘娘美酒 以示庆祝 我的贴身侍女文竹 脸色瞬间惨白 皇家赐酒不就是赐死吗 他颤巍巍开口 娘娘不胜酒力 请让奴婢带饮 王喜的笑意瞬间隐没 冷然道 大胆奴婢 陛下赐的酒 哪里有你这卑贱之人饮用的份 带下去 文竹的眼泪刷一下就顺着面颊滚落 却被几个对伪的小太监 驾着身体拖了出去 王喜打发了他 又挂上温和的笑脸 道 娘娘请 小太监低头捧着金盘 走到我面前 俯身举过头顶 三杯酒 细看颜色各有不同 却都散发着迷人的唇香 我这样不爱喝酒的都闻得出 确实是佳酿 刘从真是好贴心 毒死我都选花果味道的酒 我抓起手边的梨花白 祈祷这毒酒给力点 别让我太痛苦 心一横 正要仰头喝下 王喜突然开口 娘娘且慢 我立刻顿住 娘娘可有话要奴婢带给陛下 好家伙 原来是问我临终一言 我翻了个巨大的白眼 美好气道 本宫能骂人吗 王喜苦笑 娘娘不要为难奴婢 那本宫没什么可说的 王喜看着我 欲言又止 我咬咬唇 忍着心底那点刺痛 说 魏贤妃没死 萧绰死有余辜 从犯也罪不可赦 但萧家的妇孺最不至死 还请 陛下看在我就下魏贤妃的份上 网开一面 我知道 说这话多半是自取其辱 但六年来 我还算是帮过留从一两次吧 还就下了他心肩肩上的宠妃 这些恩惠 换萧家妇孺的命 也不算痴心妄想吧 听到魏贤妃还活着的消息 王喜眼睛一亮 莽问 贤妃娘娘现在何处 陛下若应了我的条件 马上就能得知 魏贤妃的藏身之处 我淡淡道 王喜犹豫片刻 对我说 请娘娘稍后 我忐忑等离斩茶功夫 王喜果然带来了 赦免萧家妇如的御址 我看着明晃晃的圣旨上 他囚禁有力的笔记 心里有点酸涩 为贤妃啊 果然是刘从心里惊年的一道伤 轻易可以交换几十条人命 我开口 那我也是算萧家妇如吧 能不能留我一命 嗯 饶是王喜还养再好 此刻也挂不住笑脸了 他抽抽嘴角 娘娘 请您不要故意拖延了 陛下说 今日这酒 您非喝不可 可恶 我萧令月 怎么不算萧家妇如 刘从又没有在御址里排除我 自己疏漏了 还不让我钻空子 我深呼吸数次 再问 若我死了 刘从是不是就解气了 不会再千蕾旁人 王喜目光闪动了一下 陛下说了 娘娘若是从容就死 便到您为止 我叹了口气 方姑姑 我努力过了 很难看地挣扎过 到底留不住青山 刘从虽记仇 也算一言九鼎 若是我死了 能换得方姑姑和文竹的性命 倒也不亏 形势比人强 我看看围着我的大太监小太监 又看看紧闭的店门 抓过梨花白一口闷了下去 充盈的酒香弥漫唇齿之间 没有奇怪的苦味 回味悠长 我今天是要给梨花白道个歉的 清香却不寡淡 确实是好酒啊 酒意上涌 醉得我一时飘忽 如坠梦境 从小带我长大的方姑姑说过 人死之前 人生种种都会如走马灯般 浮现过脑海 等浮光掠影般的回忆结束 生命就会如同烧尽的烛火一般 缓缓熄灭 此时 我就看到了六年前的刘从 我们的新婚之夜 数百只明竹照彻昆宁殿 我被烛光刺痛的眼中 浮现出一张精致的少年面孔 她板着脸 漂亮的墨黑色眼睛里 燃烧着愤怒的火光 把手中的纯金喜撑 连同挑下的盖头 一起摔在地上 工人们捧起地上的喜撑和盖头 惶恐地向我跪下请罪 我这个皇后 显得比怒火中烧的皇帝 更像是皇城的主人 他们的惶恐和恭敬 并不是因为我 而是因为我爹 我爹萧绰 被称为国之助食 关拜大司马 绝封武亭侯 手握大梁半数雄兵 他在先帝在位时发迹 征战四方战无不胜 一刀一剑 打下了这未及人臣的权势地位 只可惜先帝盛眠驾崩 君臣相得的家话还没传上几年 我爹就从先帝的心腹 变成了心帝的心腹大患 辅政十二载 我爹的野心也一步步膨胀 他开始不满足于 无冕之王的待遇 想常常亲自带上 天子冠冕的滋味 这第一步 就是抢逼皇帝娶了我 从皇帝的臣子 一跃成为皇帝的乐障 刘从摔的是我的喜撑和盖头 打得却是我爹的脸 我看了看跪了一地的人 有点头疼 但好歹是我大喜的日子 累了一整天 我也没力气折腾 就挥手示意 供人们都退下 一阵细细索索的 衣料摩擦身后 偌大的寝殿里 只剩下我和刘从 他远远站着 皱眉一开视线 似乎多看我一眼 就会落到他尊贵的龙眼 我已经累得很了 三两下除了外袍 摘下风关 自顾自泄了满脸的脂粉 殿内的烛光 着实太过耀眼 我走过去一盏盏熄灭 刘从正站在烛火最盛之处 精致的眉目 在烛光的照耀下 越发夺目 我却困得没功夫细看 只打着喝歉说 劳架让让 他瞪着我 脚下不动 我不耐烦起来 一把推开他 就熄灭了后面的灯竹 刘从没防备 被我推的一个猎解 大怒 萧令月 你以下犯上 我没功夫和他闹 附和道 对对对 我以下犯上 你报警吧 他没听懂什么是报警 这我没道 你胡言乱语些什么 老弟 现在很晚了 我的意思是 时候不早了 早点睡 有事明天说好不好 鉴于刘从的一张脸 很有可取之处 我压着脾气和他打商量 谁知我的好言好语 不知道哪里戳了他雷点 这小子又开始跳 你们萧家实在是欺人太甚 说不通了还 这青春期的孩子一点就炸 我实在是造不住 只能转身爬上了床 累了一天 我精疲力尽 一沾枕头就睡死过去 半夜醒来 我看到刘从居然还在请店内 还是穿着昨夜那身 华贵的大婚级服 靠着桌腿睡着了 但这种靠坐的姿势 显然很不舒服 他的眉心皱起一个疙瘩 我爬下床 拍拍他的肩膀 哎 醒醒 他睁开眼睛看过来 睡眼惺忪中没认出我 没摆出凶神恶煞的样子 看着还挺软萌的 我拉起他 开始帮他脱外袍 他张开手臂 很自然地接受服饰 像包笋一样脱了四层 才看到白色的中医 我停下手 正要推他上床 刘从突然清醒过来 捂着领口大步退后 骂我 寡连闲耻 不成体统 我 神经病啊 自己脱个衣服都不会 还装上了 我气得把手里的衣服 甩他脸上 傻缺 他也气得发抖 甩开头上的衣服 打算过来动手 刘从今年才十四岁 我比他大两岁 高他半个头 穿越到萧令月身上 已经十年了 在江南的田庄 干了十年斗鸡走狗的事情 看着单薄 实际上一身的肌肉 小豹子一样矫健 我当即摆开架势应战 刘从养在身宫 长于富人之手 哪里是我的一和之敌 被我按在地上 打得嗷嗷叫 直到外面的工人们 听不下去 纷纷闯入救驾 才把他从我的魔爪 底下就走 刘从披头散发 带着脸上的淤青 和血痕堵咒发誓 萧令月 正要灭你萧家满门 你等着 三 见地后闹成这样 就有人带着刘从 去了配店 还传了太医 太医很快就到了 不先去看刘从 反而急急过来 给我把脉 陪嫁的软磨磨性软 脾气和性情却帮硬 他冷冷问太医 娘娘可有受伤 太医看我红光满面 精神焕发 毫发无伤的模样 犹豫半赏道 娘娘受了惊吓 不妨试 陈开个方子 给娘娘喝两天便无碍了 软磨磨盯着太医不说话 我看到太医额脚 低下痘大的汗珠 腹又开口 这个 娘娘心气欲节 还需调养两月 软磨磨从鼻子里 哼出一口气来 太医如是重负 下去写方子 顺便看一下 形容惨淡的刘从 大半夜的 昆宁殿夫妻打架 闹得非反迎天 消息非一样 就传到了太后耳中 太医才刚退下 店外就传来消息说 太后来了 刘从的生母 是先帝的原配发妻李氏 在生下刘从后 产后失调 衰微而死 李氏轰事后 先帝又立了李氏的 足妹小李氏为后 这位小李氏 就是现在的太后了 太后扶着贴身 大宫女的手 急不进来 头上摇晃的不摇 显出她内心的不安 小李后看起来 也就三十出头 是那种轻密柔弱挂的美人 她捏着帕子 坐到我床边 声音如春风般和煦 阿月可受伤了 还不等我被美色所迷 说出什么怪话 软嬷嬷开口了 太后娘娘 陛下洞房花主夜 对娘娘大打出手 令娘娘心气欲解 莫说娘娘没错 便是娘娘错了 尚有太后和侯爷 也不必劳动陛下 亲自出手承戒吧 太后面色一僵 然后慢慢开口 此事却是皇儿之国 不过夫妻之间 哪有没有举与的 阿月可否看在爱家的份上 不要与她计较 我正想说不计较不计较 毕竟是我单方面奏的刘从 我有什么好计较的 软嬷嬷却不依不饶 娘娘自是宽宏大量的 但三朝回门 若是侯爷见爱女受此委屈 就不知做何感想了 我看看软嬷嬷 她真的好勇 居然敢这么明晃晃威胁太后 看来萧绰的权势 和事实上的皇帝 也没多大区别 太后愣住 有水雾卖上她明亮的眼眸 她哽咽一下 正要开口 我提前打断道 差不多得了 我没事 太后娘娘还是去看她陛下吧 太后文言愣了一下 随即感激地冲我笑了笑 匆匆带人去了偏店 软嬷嬷皱眉教训我 娘娘 别忘了您的身份 我冷笑一声 嬷嬷你也别忘了自己的身份 软嬷嬷眼中腾起怒意 娘娘 莫忘了侯爷的嘱托 父亲的嘱托 本宫自然是牢记心间的 但本宫可不记得 她老人家说过 要对嬷嬷宁言听计从 我凉凉地讽刺了一句 她一愣 到底是敢怒不敢言 我和软嬷嬷不是一条心 和我那便宜爹更不是 因为我并不是自愿为我爹 为萧家牺牲的 刘从认为自己 是被乱臣贼子逼迫成婚 其实 我也是 我穿越到六岁病逝的萧令月身上 在田庄里度过了漫长的十年 那是陪伴照顾我 被我是弱家人的 是方姑姑和文竹 在被接回萧家之前 我甚至不知道 自己出生于那样显赫的家族 有一个位高权重的父亲 作为武庭侯的女儿 我本应该生于身宅中 养于高墙内 但只是因为萧令月生于二月 被大眼官主捕算出 不利父母的命格 就在满月的时候 被丢到了遥远的江南田庄 那个未及人臣的生生父亲萧绰 甚至都不愿意 给这个孩子取个名字 但十五年后 千里之外的大眼官又推算出 萧令月客夫房主的 天煞孤星之命 我那赌心命格之说的 扎爹如获之宝 派人把我接回了府 我本该在江南的田庄 做无忧无虑的田舍娘 就因为一次无端的挂词 成了后卫上的提现木偶 萧令月 我试过逃跑 却在失败后被加法惩处 方姑姑也被萧绰扣住 直到我学会 怎么做一个听话的乖女儿 我在忍受那些难挨的惩罚 和威胁时默默发誓 萧绰 既然你处心积虑将我送上后卫 那我费尽心机 也不会让你得偿所愿 你这辈子都不会得到 想要的皇位 这是你求尽我一生的代价 当然 和萧绰的单方面反目 并不意味着我 无条件选择了刘从 毕竟我与他之间的牵绊 更是少得可怜 我若是不做妖 萧绰预计后 还能捞个公主当当 但若是刘从重掌大权 他第一个杀的就是我 对我来说 最有利的 显然就是他们双方势均力敌 互相奈何不得 我才能苟久一点 但这个平衡 最多也就十几年 鉴于我肯定是要一年早逝的 在倒计时的生命中 当然要尽情放肆 所以我前脚揍了刘从 后脚就斥责我爹的心腹 对于这样反向端水大师的日常 我只能说爽呆了 要保持 四 新婚的第二天 刘从见到我就双眼冒火 但可能是太后叮嘱过 也可能单纯被我揍痛了 倒是没有对我出言不逊 他懂事 我也不去招惹他 白天他在御书房温书洗字 我在昆宁殿熟悉环境 一入夜 软嬷嬷就把我们 往昆宁宫的寝殿里面一塞 指望我们做点出人命的事 但刘从远远贴着墙跟站着 板着一张死人脸 牢牢盯着我 一副随时准备夺落而逃的模样 他这样子 真的很像被恶霸抢抢的娇花 我坐在床上拍了拍床颜 你别怕 我不会对你做什么的 他一脸不相信 我摊摊手 行吧 你高兴就好 我站起来 正要熄灭几盏烛火 就看到刘从 似乎想通了什么 他紧紧衣袖 大步走过来 正是男子 有什么好怕的 说完 他爬上床 飞快卷了床上唯一的被子 退到了大床深处 我抽抽嘴角 软嬷嬷 为了让我和刘从亲密接触 居然只放了一床被子 我看着卷成一条的刘从 挑挑眉 吹歇了烛火 也跟着上了床 分我点被子 我对着刘从说 他背对我 一动不动 我忍不住付费 气量狭小 随即自己探手过去 抓住被子一脚 狠狠一扯 刘从顺着我拽被子的力道 不由自主滚向我这边 他露出个毛茸茸的脑袋 很气愤的样子 萧令月 你放肆 陛下不容臣妾放肆 臣妾也放肆多回了 我有点不耐烦 给不给 不给揍你 刘从咬牙切齿 市井托腹 无赖行径 说着 很不爽地分了一半被子给我 我滑进温暖的颈被中 舒服地叹了口气 说实话 我们第一次同床共枕 还算和谐 只不过第二天 软嬷嬷细细查看了我们的床铺 却沉下了脸 那时刘从已经去了御书房上早课 他便只能对着我说叫 娘娘 昨夜你也未是寝 我点头 是啊 奴婢给您的画册可看了 可以让陛下看了 我一脸无奈 都看了 但刘从还小 硬不起来 过两年再说吧 软嬷嬷没防备我说 那么直白 一张老脸震红震白 居然羞得不敢再盘问 我夫妻生活的细节 我当时随口胡咧咧的时候 并没有想到 这话居然会传到正主耳朵里 以至于晚上见到刘从的时候 这位陛下的脸色比锅底还黑 全程翻着白眼 不拿正眼瞧我 我当时没反应过来 是软嬷嬷这个大嘴巴出卖的我 还关心了一下 刘从 你眼睛不舒服 他白眼翻得几乎只剩下眼白 小声骂了句 甜不知耻 我耳朵好着呢 文言立刻发作 你什么意思 刘从被我突然放大的声量吓了一跳 随即又黑着脸 哼了一声 扭过头不看我 我一把揪住他的衣领 拿出穿越前太妹的做派 呲牙威胁 你再哼一个试试 又皮痒了 刘从气得脸色发青 手脚都在抖 半闪后 他才咬着后槽牙开口 震 冒贩子童了 你凭什么又骂我 我还不依不饶 刘从牙缝里挤出几句话 你说 你说震 我 看到他难以启齿的模样 我突然间意识到 应该是我胡说八道 应付软嬷嬷的话 被传了出去 看这个从小读 四书五经长大的小孩 被逼到这份上 我到底软下心肠 放开他的衣领 怎么 不然你希望我怎么说 你真希望发生点什么 刘从脸色一变 不 我冥冥嘴 作为一个傀儡皇帝 刘从身知 守住自己的真操 就是守住自己的性命 如果他一时沉溺欢愉 不当心造出个更小的傀儡 恐怕就会立刻病天了 在这一点上 我和他的立场 还是非常统一的 他担心有了孩子 性命不保 我则担心死在铲床之上 想到这个 我觉得自己可以和他 小小交个底 你不想 我也不想 既然我们都不想 那这点上可以合作 我那么骗 软嬷嬷你也别生气 这么说 至少可以保你四年清静 刘从冷静下来 看着我 若有所思的样子 就这样 我们就像合租一张床的室友 相安无事地处了四年 刘从已到了18岁 快要弱贯的年纪 他和我爹在朝政上的关系 因为他年岁的增长 愈发紧张 我和刘从 还是四年前相看两宴的状态 不同的是 鉴于他拔高的身量 和愈发宽阔的兼备 近些年 我们打架的频率 直线下跌 斗嘴比较多 这些看在工人们眼中 给了他们地后关系 渐渐融洽的错觉 5 刘从18岁的生辰 恰逢消辍又一次得胜回朝 庆功宴比皇帝的生辰宴 还要气派隆重 我知道刘从这个自尊心极强的人 怕是又要竖起浑身的尖辞 见人就扎了 也因此 不曾想 在半路上 见到玉河边借酒消愁的刘从 他看到我 开口命令 萧令月 把酒留下 你说留下就留下 你算老几 我习惯性抬杠 刘从没有如同往日一般气急败坏 从他的成语库中找什么词汇骂我 文言只欧了一声 默然一开视线 呆呆看着漂浮在玉河上的千盏河灯 我向来吃软不吃硬 看到他这副样子 不知怎别有点心软 于是抱着酒壶坐到他身边 默 给你 你算老大 所有人都听他的 我不知道该怎么接话 往嘴里倒了点酒 没想到随手拿的酒竟然如此烈性 我被呛得直咳嗽 刘从很无语 看我磕得快昏倒了 才玉尊将贵伸手给我拍被顺气 我很久才缓过来 很生气 什么破酒 不是花果味的 都不能入喉 刘从吃笑一声 我的酒量其实并不好 洗上喝了点梨花白 又闷了一大口 这不知名烈酒 头脑便有些昏沉起来 千盏河灯顺着玉河的水流 晃成银河般细碎的星光 我拉拉刘从的袖子 哎 谁放了那么多河灯 是姨母 不是 母后 刘从嘀嘀回答 发晕的脑子转了一会才反应过来 她说的姨母和母后都是指小李后 你的生辰里 嗯 刘从的声音有点冷 母后知道你的命格 克服房主 她怕你把我克死 每年我生辰都会放千盏河灯祈福 祈求神佛庇佑 虽然有点醉 听了她这冷冰冰的解释 我也有点脸红 我呆了呆 在酒意和冷风的共同作用下 开始胡言乱语 今天你生辰 刘从 我也没别的送你 便送你一个小秘密吧 她没什么反应 估计是对我说的并不感兴趣 我却没有管她 自顾自道 你刚才说我爹才是老大 谁都听她的 这话不对 我就不听她的 老想给她捣乱 要不是她扣住了我当母亲看的方姑姑 我早就跑了 我现在就想救出方姑姑 脚黄肖绰所有的计划 刘从 你看 肖绰连她的亲生女儿都管不住 想来 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身边很久都没有动静 突然间 有一只手握住了我的 动得我一个机灵 刘从的眼睛亮晶晶的 声音也不再消沉 肖令月 新婚夜我不是故意骂你的 那天 是我母后的忌日 我恨肖绰 非比我在那天成亲 却没办法反抗 只能迁怒于你 对不起 我大肚地拍拍她的肩 没事 让你在往母忌日娶妻 肖绰确实不甘认识 我打了个酒阁 富尔过去神神秘秘道 刘从 再告诉你一个秘密 我不叫肖令月 我的名字是聂霜 我的家人都叫我双双 翻腾的酒意上涌 我一头栽倒 第二天 我在昆宁殿的龙床上醒来 只觉得头痛欲裂 对昨晚发生的一切都想不起来 我回忆了半天 只记得我把酒给了刘从 后面的记忆是一片空白 我问贴身侍女文竹 是谁送我回来的 文竹敏唇一笑 是陛下亲自抱娘娘回宫的 我文言却打了个冷战 不可能吧 刘从难道被妖怪夺赦了 怎么会管我的死活 晚上 刘从冷着脸来昆宁殿的时候 我试探着问他 陛下 妾昨晚可有说点什么不该说的 刘从一脸嘲讽 子童日后还是不要饮酒了 喝了点酒 就巴着人不撒手 丑态毕露 我就说 他怎么可能亲自抱我回来 肯定是我不肯放手 他无奈之下 只能拖着我回来了 难为我酒后还抱这么紧 一路拖行 被他回来也没有受伤 六 刘从生辰后没两日 有天晚上 他辗转反侧地不睡觉 我被他吵得慌 伸手推了他一下 大晚上不睡觉 你烙饼呢 刘从不但没有回嘴 反而握住我的手 探过身子看我 双 萧令月 你有没有觉得很热 我想甩开他的手 过几天就是立冬了 哪里热了 他却牢牢抓着我的手不放 灼热的气息越来越近 他有点困惑和急切 不是 真有点热 说着 他俯身压上来 没什么张法地拱我 我的睡意一下子消失不见 睁开眼睛推开他 昏暗的帘幕中 我摸到他滚烫的胸膛和脸颊 心里暗叫糟糕 刘从狗皮膏药一样粘过来 萧令月 你凉凉的 让我抱抱 我一脚把他踹开 低吃 你晚上吃什么了 他的呼吸愈发粗重 又贴上来 模模糊糊道 御膳 萧令月 我热 我头皮发麻 一巴掌拍在他脸上 刘从 你冷静点 想出人命吗 他文言 倒是真的呆住不动了 我赶紧趁着这个机会跳下床 企图开了店门出去 扑到门边才发现 整扇店门纹丝不动 明显是被人从外面锁住了 我又转身去推窗 好家伙 也是紧闭后上了锁的 很好 有预谋的 绝对是软磨磨那个死老婆子 想的馊主意 他折服四年没有做妖 我倒是没了防备 一下子就给我来个狠的 我一脚踹在门上 却如躺臂当车 而身后 刘从早已失去了理智 摇摇晃晃下床来抓我 我在店内乱窜 并时不时骂他 希望他能保持理智 可不知道 软磨磨那个死老婆子 下的什么药 刘从清醒的时间 越来越短暂 我突然瞥见 金斯坦木架上的金盆 毫不犹豫 捧起来兜头给他倒了下去 随即 我像是开了窍 把店内所有防火用的 储备用水都找了出来 全泼在了刘从身上 虽然还没入冬 但是深夜寒气清体 刘从浑身上下的浴火 都被浇了个干干净净 他用手扶开头上 一缕缕湿发 咬牙切齿 软磨磨打开闭锁的店门 就被穿着半湿衣服 头发滴水的刘从 赏了一级窝心脚 他叫着暗悠悠 从地上爬起来后 自然知道谋算没有成功 立刻拉下脸 娘娘 这样的机会 您都没把握住 真叫侯爷失望啊 我敢怒不敢言 但肖绰就不一样 接到了软磨磨的告状 他敢怒也敢言 直接告病霸巢 点名要皇后省亲事急 我回到侯府 却无法见到 缠面并炒的父亲肖绰 只撞上侯夫人 那张冰冷严肃的面孔 侯夫人看到我 一脸不屑 皇后娘娘 您出嫁四载 一不能为夫君开枝散叶 二不能为父亲排有解难 这般不忠不孝 是否该罚 我心头火起 直挺挺站着 并未如同为出格十一般 见到她的怒容 就乖巧跪下认罚 侯夫人冷笑一声 从袖中抽出一方袖帕 淡淡道 皇后娘娘贵为国母 我自不敢造次 不过娘娘记错了 娘娘不挨罚 自然会有人受罚 我瞳孔一缩 是了 方姑姑还捏在他们手中 我又怎敢为傲 消瘦夫妇的意思 于是我谦卑地低下头 母亲严重了 寄回了娘家 女儿便是二老的孩子 而非国朝的皇后 侯府中 我们只论妇女 不论君臣 父亲病重 女儿五内俱焚 忧心不已 何该斋戒常跪 向上天祷告 祈求父亲早日康复 说完 我便双膝一弯 跪在主院前的青石板上 侯夫人露出满意的笑容 汗手道 皇后娘娘的笑心 赶天动地 想来带你前程祈求三日 侯爷便能病育了 到底是四年来 在宫中作威作福惯了 我对饥饿和刑罚的承受能力 都大大下降 不过跪了一天 就在深秋的寒风中 瑟瑟发抖 清晨的露水 凝结在青石板上 渗入我的膝盖 寒气丝丝缕传遍全身 稍微动一下 就是挣扎一样的疼痛 腹中火烧般的难受 已经挨过第五轮 却愈演愈烈 侯夫人早早回了房 我顶着被双路气湿的身体 独自跪着 我想我此时一定很狼狈 但仆婢们的窃窃私语 已经无法传入耳中 我应该快要坚持不住了 头一阵阵发晕 天旋地转中 我倒了下来 却并没有如玉器中 倒在冰冷湿滑的地上 而是落入一个温暖宽阔的怀抱中 鼻端是熟悉的龙咸香的气息 我一阵恍惚 难道是刘从 怎么可能 他恨不得我死 怎么会来救我 我很想睁开眼睛 看看此刻抱着我的人是谁 却只听到耳边远远近近的喧哗声 就此陷入了黑尘的梦境 气 我又做梦了 因为我看到了穿越前的生活 在现代 我是出生于重男轻女家庭的农村留守儿童 母亲早早离婚改嫁 父亲常年在外打工 无人管束的我 小小年纪就是村里远近闻名的太妹 我和爷爷顶嘴 逃课去打电玩 才初一就和隔壁 职业高中的混子恋爱接吻 结果当时的混子男友 卷入了不良少年的斗殴 我也遭遇了持余之殃 被一棍子敲到这个陌生的时代 我刚穿越来时 萧令月才六岁 她又年逝世 因命格不祥 被父亲厌弃 被赶到江南的田庄生活 庄子里的仆毙们 妻她年幼逝世 无人庇护 便对这个小主子很不上心 萧令月年幼体弱 无人照拂 只过了半年 就因为风寒亲体而死 而我的灵魂 才得以栖身在 这个六岁幼童的身体里 萧令月的这场大病 终于让田庄的管世 感到有些害怕 再不受宠的主子 到底是主子 万一有一天侯爷问起来 一庄子的人命都不够赔的 于是 管世招了附近村落里 一个新寡带孩子的妇人 专门给萧令月当奶娘 那就是方姑姑和文主 方姑姑是个心善温柔的妇人 自从接手了田庄管世的差事 便把我当作亲生的孩子般看过 萧绰没有给孩子取个名字 就赶走了 庄子里的扑币便都只叫我姑娘 只方姑姑听了 用一双湿润的毛子看着我 带着联系说 孩子怎么能没有名字 姑娘是二月生的 奴婢托大 斗胆叫宁双双 我愣住 双双 我此前的名字便是聂双 我现代的生母 可能在我未继时的时候 也像方姑姑这般换过我 方姑姑出嫁前是城里的秀娘 嫁人后也没有丢下这门手艺 自从她来了 我每日里都穿得漂漂亮亮 在田庄里 也有个正经小姐的样子了 虽然 我每次都穿着她亲手做的漂亮衣服 上树下盒 打击揍狗的 让她好不头疼 梦中的画面定格在我和文竹 摘了一筐的柿子 一边吃 一边听她半针半假鼠落 我们又跑去胡闹上 这两辈子 我只在方姑姑身上感受过母爱 在别人眼中 她不过是个中途 但对我来说 她就是我的母亲 萧绰扣着她 就是捏住了我的软肋 让我不管多不甘 都只能为命是从 每个月如期而至的秀帕 不但宣告着她的平安 更是传递着些微的消息 我真儿中之地藏起每一方秀帕 就是期待有朝一日 可以通过蛛丝马迹 破解出方姑姑的背囚之地 救出她 一起逃出生天 这么些年 我始终记得方姑姑 最后叮嘱我的话 她说 双双 刘德青山在不愁煤柴烧 不管多难 都要活下去 只要活着 我们就还能再见 姑姑也会努力活着 等着和双双文竹一家团聚 我翻了个身 把眼泪擦在枕头上 睁开眼睛的时候 近在床边看到了陪床的刘从 她的衣服有些皱皱巴巴 也不知多久没换了 她见我醒来 便阴阳怪气讽刺道 子童在宫中一身反骨 在侯府却对肖绰夫妇言听计从 真不愧是他们的大笑女 我记着她的救命针 没有生气 反而真心诚意道 妾多谢陛下元首 我难得的礼貌言辞 让她正愣 片刻后才有些不自在地回道 你好好休息 真不打扰你了 我后来才知道 刘从闯入侯府救我 当时说的是 皇后孝心可嘉 天地可见 但她既已成了朕的妻子 便不能不顾惜身体 朕一邪太医怨怨 正看顾侯爷 望侯夫人不要迷信欺负之说 想来 无人愿意看到 皇后因下跪欺负伤身 不能尽早但欲龙四 王喜复述的话 让我陷入沉默 刘从她本人 才是最不愿意看到我但欲龙四的吧 她何必为了我 折损她本就不多的皇家颜面 我捂住心口 胸膛里内可以像冷定的心 跳出令我不安的节奏 我勉励平复心绪 克制悸动 偏解薄情 她心心作态 不过是为了换我的倒戈相向 只可惜 她失算了 只要方姑姑在萧绰手中一日 我一日都是她手中不得解脱的提线木偶 刘从从侯府带走我 并且全身而退的代价 就是答应萧绰 即日便和我远访 尽快但欲子嗣 于是我从昏迷后醒过来 将将休养了两天 便要面对这个棘手的难题 阮嬷嬷这次光明正大 拿铜锁锁住了珠气垫门 一赴我们不扮成是休想离开的架势 八 我和刘从坐在床上 四目相对 都是不情不愿的模样 僵持了很久 刘从到底是慢慢挪到我身边 她的手僵硬地垂在身侧握成拳头 凑过头小鸡啄米斯的亲我 脸色震青震白 表情比上坟还难看 呸呸呸 我不是坟 我叹了口气 道 刘从 你可知口气 她停下动作 拉开距离看我 眼中满是困惑 我抬脚踢踢她的大腿 下去 刘从不解 却乖乖掀开脸幕下了床 我仰面躺倒在昆宁殿寝宝的龙床上 听着脸幕外刘从清浅的呼吸声 深呼吸几次 模仿着很多年前看过的一些小电影 开口发出断断续续暧昧的声音和喘息 我看到脸幕外刘从的身影一阵 便觉得脸颊很烫 赶紧别开眼不敢看她 刘金兽手炉里燃热香薰 气味与平日不同 大概有些催情的效果 我拧开理智的阀门 放任自己的欲望在身体内游走 这种时候 我脑子里还有空想些有的霉的 比如 刘从会在她的四字成语库里 掉出哪个字形容现在的我 放浪行骸 厚颜无耻 等我结束的时候 我分明闻到了空气中暧昧的味道 也看到了她战红的脸和躲闪的眼神 哦 刘从为了假意圆房也很拼啊 这样倒是不容易露线了 果然 这次骗过了软嬷� 所有人都知道 在大婚四年后 帝后终于圆房了 我和刘从迈出了造人的第一步 终于让前朝后宫汹涌的暗流平静下来 萧绰对我们的听话很满意 终于病遇 带着她的一众死忠归巢 正是得以顺利推行 因着这个 我本以为应该能过半年安生日子 因此跟着刘从去玉林参加春猎的时候 也并没有什么防备 然而 就在我怀着踏青游玩的好心情时 树枝常见破空而来 正中刘从护卫的心口 我吓了一跳 立刻下马俯低身体 企图躲避后续的流石 不想刘从跳下马就奔过来 扯过我护在身后 本来想在背后偷袭她的刺客 看到刀锋下的人 瞬间就换成了我 一脸错愕 还不等我尖叫出声 刺客硬生生收拾 脚下一个踉枪 自己跌倒在地 瞬间毕命于护卫剑下 我的心砰砰直跳 本以为是萧绰突然发疯 安排刺杀 但是看这个刺客不敢动我 我心知这场刺杀的主谋 并不是消瘦 他可从来不会顾惜我的死活 刘从拉着我在剑雨中奔逃 时不时挥剑斩落那些箭矢 但身边的护卫 如同割麦子一般接连倒下 等我们终于暂时摆脱追杀之时 护卫也以一个不胜 就连刘从也挂采了 只有我 除了被草叶树枝割破点皮 毫发无伤 我抵着身旁的树桩 气喘吁吁道 歇会儿歇会吧 不想我一回头 便看到刘从松开我的手 顺着身后树干滑坐到地上 头一歪就晕了过去 我看到他双眉紧皱 唇色发紫 重剑的部位 皮肉泛起不祥的黑紫色 心里咯噔一下 有毒 我大惊失色 不知他种的是什么毒 若不早点找人救驾 怕是要驾崩了 但是这深山玉林 正是野兽横行的季节 把失去意识的他 独自丢在这里 估计要成了野兽的盘中餐了 我捏着消瘦给我的戒指 那是他送我进宫钱给我的 说万一有极重要的事情 便开启戒指 取出燃火焰 通知他 来不及犹豫了 我取下手中的戒指 扭开戒面 放了醒目的燃火焰出来 没想到 我第一次动用消瘦的东西 不是害刘从的 而是救他的 但可能我们离猎场营仗太远 燃火焰放出后 迟迟未能等到救兵 眼见着天色越来越暗 我的心也悠悠下沉 远处传来模糊的狼嚎 我瑟瑟发抖 不行 不能坐以待毙 得去捡点毅然的枯枝 点个火堆 既可以发出讯号 又可以警戒野兽 不然 今晚这些野兽 可以饱餐一顿了 我当机立断 把他先拖到一旁的草丛中 盖起来遮掩 再以刘从的藏身之地为原心 四处捡些干燥的枯枝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愈发焦躁 消瘦不是主谋 只要他赶到 我和刘从就得救了 我第一次这样想念 那张厌恶多年的脸 然而 我高估了自己 在密林中认路的能力 虽然反复确认过 刘从的位置 但是 我依然在半个时辰后 晕头转向 不知自己身处何地 我一边发足狂奔 一边徒劳 叫着刘从的名字 他可千万不能 就这么死在密林里 就 我运气还不错 不等入夜被狼叼走 刚好撞上了一对 出来寻找地后的侍卫 我喜极而泣 却无法准确描述 刘从的位置 好在 这次春猎从训兽园里 争掉了几只 擅长追踪的戏犬 这些嗅觉灵敏的小家伙们 可以寻着龙咸香的味道 找到刘从 分头寻人的侍卫们 都劝我回营帐休息 但是我脑子里 却不停闪过 刘从血肉模糊的可怕画面 完全没办法 安心回去等消息 我绑好爱是的头发 坚持跟在队伍末尾 直到月初东方 我们才终于找到了刘从 他已经被人 从草丛里挖了出来 虚弱地倚靠在一位 猎庄打扮的姑娘怀中 小口嚼着草药 她的脸上毫无血色 但是唇色已经不再是 骇人的紫色 一路上提着的心终于落下 她没事了 但我没想到 那个当时我并未注意的 猎庄女子 会成为我们日后决裂的 根本原因 那个明艳飒爽的姑娘 是附近猎户家的女儿 名叫魏无双 刘从因着救命之恩 和魏无双交好的容颜 要对这个出身贫寒的 猎户之女以身相许 魏无双显然也被 刘从的皮相所获 红着脸半推半救 女才狼貌荒野深山 救命之恩 相遇相知 护许终身 画本子一样的开场 却没能说过 画本子一样的结局 主要是肖戳这个恶毒反派 从中作梗 不管刘从如何让步 如何谦卑如何坚持 肖戳都不许 她那魏无双为废 好不容易平静下来的朝堂 再一次掀起狂风暴雨 最后 还是处于弱势的刘从妥协 她带了魏无双进宫 让她在城前殿 当了凤茶宫女 虽无名无分 却朝夕不离 自春烈刺杀一世后 刘从就再不曾来过昆宁殿 也不曾与我独处 不知道她是醒来 是没见到我 误会自己在绝境关头 被我无情抛弃了 所以既恨我 还是纯粹因为 得了心肩肩上的女子 日日耳鬓思摩 把我望到了九霄云外 我琢磨过两遍 又觉得此时想这些 已经毫无意义 便丢到了脑后 这样也好 刘从对魏无双的宠爱 持续了一年半 但她毕竟只是个凤茶宫女 她的得宠对我的地位 几乎毫无影响 我并不想棒打鸳鸯 作画本子里 人人艳增的恶毒女配 但生活 或者说明白点 恶毒反派萧绰 是不会放任 我归缩在昆宁殿 毫无作为的 接到萧绰的传信 我不得不以 省亲为由来到侯府 萧绰端坐正堂 对皇后的拦架 并无半分敬意 反倒是我 压着脾气 躬身行礼道 女儿见过父亲 她捧着雨过天青色的乳窑茶展 淡淡道 为父听说城前殿 有一奉茶宫女有孕 我心头一跳 未无双有孕之事 如此隐秘 连我都不知道 萧绰竟然得知了 她没有等我的回答 自顾自道 这宫女会乱恭维 礼当仗毙 皇后娘娘以为如何 我握紧了拳 指甲深陷入手心的嫩肉 我努力冷静下来 自争俱灼道 那女子有孕也是天意 父亲只想要一个龙四 即便不是出自女儿 日后去母留子便是 短视 萧绰冷笑 这样的孩子长大了 终究是祸患 而且 为父不惜有人一而在 再而三五溺于我 我的心一紧 知道为无双母子的命 成了警告刘从的一击 我是保不住了 既然如此 我心念电传 随即开口 父亲教训的是 那便交给女儿吧 女儿既是后宫之主 此等小事 便不劳烦父亲动手 萧绰一点点头 诞生道 去吧 我让软磨磨动的手 趁为无双在御河上泛舟 派挖人凿穿了船舱 他沉入御河 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我听说消息传到 刘从耳中的时候 他疯了一样 赶到御河边 河宫人不眠不休 找了三天三夜 直到晕死在河畔 那时已经是深秋了 寒气逼人 我在店中烤着火 凭着文竹的转术 只觉得店外的风 透过窗缝直吹着我 一直冷到心里 我不敢想 刘从会怎样报复 我这个凶手 但刘从一直没有出现 直到未无双投妻 我在深夜被惊醒 有人爬上了龙床 按着我的双肩 用力道 我能听见骨头一味的牙酸声 龙咸香混着酒气 嘶嘶吕吕钻钻入鼻腔 我一领 是刘从 心里忐忑 我表面却故作镇定 刘从 大晚上你发疯啊 他却一把脱过我压到身下 带着酒气的鼻息 喷上我的面庞 亲吻用力道 像是撕咬 让我浑身站立 他掐着我的腰 埋头啃咬我的肌肤 恨声道 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 是了 在对心爱之人 生还之势绝望之后 他自然要惩治我这个罪魁祸首 我挣扎起来 却无法撼动他沉重的身躯 我这才觉得害怕 不知什么时候起 当年能被我按着打的少年 已经成长为 一个高大矫健的成年男子 在他铁了心 要制住我的时刻 我就像落入罗网的小虫 不管怎么挣扎反抗 都无济于事 我手脚发冷 今夜的刘从 这样不理智 我不敢想象 等待我的 到底会是什么样的折磨 恐惧之下 我几乎就要把魏无双 还活着的事脱口而出 十 我这些年 苦心经营了一条逃生之路 培养了寥寥几个 可以托付性命的心腹 在软磨磨的蛙人 凿穿了魏无双的船舱后 熟悉水性的文竹 就将他从河中带走 连夜通过密道 送到京郊的祭祠庵 但等风头过去 文竹在昨天得到心腹的献报 说魏无双腹中的孩子没了 我千算万算 只保住了魏无双的命 却网送了那个 无辜孩子的性命 此时告诉刘从 怕是也难以挽回 我们之间的关系 还会惊动消烁 给方姑姑带来危险 仅有的理智 冻结了含在唇舌上的话语 我死死咬着唇 哭着求他 刘从 别这样 我怕 他的唇吻上 我的眼角 冰冷的失忆 似乎让他有所清醒 他停下动作 撑起身子 凝视着瑟瑟发抖的我 我揪着自己被扯破的衣领 眼泪速速而下 不停重复 别这样 我怕 刘从眼里 令人恐惧的火 终于慢慢熄灭 他死死盯着我 目光很利 除了恨 似乎还有别的情绪 但我在极度惊恐之下 已无法细细分辨 片刻后 他突然俯身 在我唇上很咬一口 然后 在我还未反应过来的时候 翻身下床 亮腔而去 他的背影 引入店外漆黑的夜幕 我久久凝望着他消失的方向 抬手俯上唇角的破损 其实也不是很疼 但我的眼泪 却流得比刚才还凶 我知道 隔着魏无双附中孩子的性命 我和他 再也不可能了 刘从在魏无双投妻那天封过之后 彻底消沉 罢朝三月 在我以为 他会就此一蹶不振的时候 刘从突然又上朝了 坚持要封魏无双为黄贵妃 一关入葬皇陵 萧绰自失不允 保皇党和萧党 再次以此事为由 争闹不休 直到三月后 他们总算达成了休战协议 魏无双最终被封为魏贤妃 一关入葬飞灵 而刘从 终于在半年后 再次出现在昆宁殿 这是他要付出的代价 与我这个杀他挚爱的凶手 生下一个 留着肖家血脉的傀儡继承人 时隔半年 他受了许多 五官轮廓愈发灵力 让人不敢逼世 软嬷嬷在近日无故病逝 我猜那也是交易的一部分 不过没了这个肖戳的眼线 对我来说也是好事 这些接踵而来的事情 让我心里交瘁 也让我和刘从的关系降到冰点 我已经做不出 在他面前假作圆芳之事了 刘从却收敛了过去所有的恨意 似乎回到了魏无双出现之前 他虽然没有碰我 但日常说话也算合眼月色 我如同鸵鸟一般配合他 在外人面前出演一对恩爱夫妻 直到这个月的月初 我收到宫外的家信 展开照就是一方秀帕 我细看却变了脸色 这不是出自方姑姑之手 我与他在江南田庄 相依为命十年 对他的秀法了如指掌 如今接到这方 几乎可以以假乱真的秀帕 一下子急火攻心 几乎要找肖绰拼命 我违背良心 手染鲜血 只是为了保住 是若生母的方姑姑 若是他有什么三长两短 那我这些年的委屈求全 心机绸缪不就成了最大的笑话 不等我出宫找肖绰求证 刘从来了 他也带来了一方秀帕 我接过 抚摸着右下角 那片小小的兰花草 泪如雨下 是的 是方姑姑的帕子 他刚出龙潭又落入虎穴 但是还好 他至少还活着 刘德青山在不愁没柴烧 我捏着帕子 毫不犹豫负于地 妾愿为陛下笑犬马之劳 望陛下莫迁怒无知仆妇 他沉默很久 接受了我的头诚 起来吧 接着 刘从便请了太医 日日调了些黑乎乎的苦药汁 要我喝 我也不问是什么药效 来者不去 三个月后 刘从宣布我怀孕了 我摸着平坦的小腹 愣着发呆 侯府自恃不信刘从的一面之词 赵就要我回府省亲 萧绰派了数位新妇大夫 给我把脉 均把出喜脉 居然还有个号称妇科胜手的 宣称我此胎将一举得难 萧绰终于满意 家派人手护送我回宫 我当然没有怀孕 我和刘从从来就没有过夫妻之时 我开始害怕 他太医给我吃的不知名药汁 我怕我的肚子会和寻常孕妇一般隆起 足月后 却生下一个怪胎或者刘子 在数次被噩梦惊醒后 刘从深夜来看我 他漆黑的眸子似乎并没有情绪 他只说 别怕 那要不伤身 我的眼角滑过一滴泪 他好像在宽慰我 但是 他又为什么需要宽慰我呢 他已经捏住了我的命脉 只要方姑姑在他手中 就是见血封侯的毒药 我也不得不喝 幸而 我的肚子一直没有隆起 孕期的时候 侯夫人时不时会进宫看我 我带着假肚子 却一直能保持正常孕妇的脉相 他对我有孕一事 丝毫没有怀疑 我虽然被关在昆宁殿养胎 但多少也感受到了 风雨欲来的迹象 刘从已过若冠之年 雨衣见风 保皇党和肖党之间 维持了十多年的平衡 已经到了崩裂的边缘 我隐隐觉得 我生产那天 估计就是一切风云变换之时 我捏着肖绰给我的戒指 春裂刺杀那次 我用完了戒指里的燃火烟 肖绰重新填补了 交还给我 他交代我 宫内若有异动 便发讯息告知于他 我妈撒了很久 两边的袖帕 连着送了九个月 只有刘从那边的 才是方姑姑的手笔 我不再怀疑 不再犹豫 把戒指丢入了 养着锦里的玉叶池 在那场促然发动的宫便里 肖绰死于万箭穿心 而同一天 我引下了刘从赐给我的毒酒 十一 再次醒来的时候 我本以为能看到医院 闻到刺鼻消毒水的气味 回到那个久远的 如同梦境的现代 但我看到的 依然是古色古香的家具 黄梨花木架子床 长颈白瓷瓶 梳着双压记的小侍女 我不游的一呆 这事又重生了 小侍女看到我 就是经典的开场白 姑娜你醒了 我只觉一阵无力 让小侍女捧来镜子 想看看如今我的模样 却不妨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容 萧令月的脸 我挽起袖子 当年在春猎时 被树枝划破的伤口结痂脱落 却留下了一条 浅浅长长的痕迹 如今 一模一样的痕迹赫然在目 我 没死 小侍女叽叽喳喳 交代背景信息 我是聂学士在外养病的妹妹聂霜 如今病育且年满时期 被哥哥接回京都相看富家 聂霜 我眉头一跳 这是我现代的名字 怎么会这妖巧 聂学士 三代清流 纯正的保皇党 我看着镜子中那张受削憔悴的脸 疲惫的眼神 毫无十六七岁少女的幼态 男位小侍女睁着眼睛说瞎话 说我才时期 我很快也见到了我名义上的歌嫂 聂学士和聂夫人看起来不过而立 他们拘谨客气的近乎恭敬的模样 也并不像是在对待一个血脉相连的妹妹 我醒来后养了三个月 也梳理了自己当皇后的六年 有些迷雾散去了 有些却愈发令人困惑 毫无疑问 是刘从助我金蝉脱鞘 摆脱了逆犯之女的身份 只是我想不通 他为何煞费苦心 为我捏造一个清流名门之女的身份 这个聂霜 看起来就像是季后的最佳出身背景 我随即被自己突然冒出的想法吓了一跳 魏无双没死 刘从不想着和他双宿双七 怎么可能费心给我安排 半夜里 闺房中突然蔓起龙咸香的味道 我悠悠醒来 看到窗前那个挺拔如何的身影 突然有点哽咽 我克制情绪 开口 擅闯女子闺房 阁下不磊落 他点燃烛火 笑容在烛光下一一声灰 双双 是我 看到真的是他 委屈 困惑 遗憾 欣喜在心中绞绞成一团 记得我视线陡然间模糊 我瞪大眼 不让眼泪滚落 只问他 王喜没和你说 魏无双没死 养在祭祠安吗 他自然和我说了 刘从走近 坐在我的床眼上 眼神柔和 我呼吸一致 愣愣问 那你就我做什么 找我做什么 啥 他的笑容也轻松而温柔 无双并非我的爱人 他是我并肩多年的战友 国朝天子坐下的影位首领 当年我们摆脱追兵之后 你把我藏在蛇窟附近 他情急之下暴露了身份 为了掩饰 也为了在那段时间 更好贴身保护 我才假意那他未飞 听到我竟然把昏迷的他 扔在蛇窟 即使时隔多年 知道他安然无恙 我也煞时间白了脸 娜娜 对不起 我不知道 随即 我又想起 魏无双附中那个 被我害死的孩子 脸色更白 对不起 我害了你们的孩子 他一愣 无奈一笑 双双 无双不是我的心上人 自然也没有怀我的孩子 我的脑子慢慢转过弯来 也是那种药 嗯 所以停药不久后 你的人会回报说 他腹中的孩子没了 刘从一一解释 迷雾拨开 我忍不住道 刘从 你给我安了孽双的身份 又是为了什么 他看过来 眼里是某种 让我站立的力量 他轻声问 你当真不知道 我几乎要脱口而出 却咬唇忍了下来 僵持片刻后 还是刘从败下阵来 他叹道 双双 我本想不管不顾 侧封你为后 但我知道你之前的梦想 一直是何方姑姑 还有文竹远走高飞 便不敢随意安排 他顿了顿 傅又开口 不知你如今有何打算 千头万绪在脑海间翻腾 思绪像是打了结 我把问题抛回给他 若我还是想回江南田庄 你待如何 他举着竹台的手颤了颤 面容在明明灭灭的火光中 带着一点阴狠的气息 沉默两久后 他话阴间色 那自然如你所愿 但若你令驾他人 可千万满死这消息 否则震 不等他开口威胁 我又问 那若是我愿意回宫呢 他闻眼眸光一亮 眼中明明只有几点昏黄烛光 却似韵着万千星河 倾国以聘 共掌天下 我身必拦住他的脖子 轻身吻上他的脖唇 在气息交缠的间隙里回应他 一言为定 十二 刘从得了我的准信 火速选定了他的季后 聂林学士的亲妹妹 聂霜 我在出嫁那天 见到了久违的方姑姑和文主 他们以恭敬教习姑姑和侍女的名义 出宫看望我 时光空总 六年疏忽而过 再见方姑姑 我既有在世为人的感叹 她亲自为我穿上嫁衣 梳妆打扮 送我出嫁 我就这样 十里红装浩浩荡荡入主昆宁殿 六年前的那场婚礼 几乎未曾在我的记忆中留下分毫痕迹 但如今这场婚礼 举国同庆 万民道贺 刘从用喜称小心翼翼揭开我的盖头 把珍珠面目别到耳后 露出我被脂粉精心修饰 装点过的脸 只有欣喜和珍视 我们对视良久 她突然笑了一下 双双 以后就是一家人了 我一阵恍惚 穿越十六载 已经超过了 我在那个现代生活的念头 前世飘渺而遥远 反倒更似梦境 我本就对现代的 所谓亲人并无留恋 如今 我在意识收获了方姑姑 文竹 刘从三个家人 心有牵挂处 便是无香 此生竟能如此圆满 此生竟会这般如意 我依偎进刘从怀中 听着她如肋骨般的心跳 小声道 往后余生 请多关照 晚安